如何辨别马犬右犬聪明 如何辨别马犬右犬聪明 马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种 因为几乎是没有家庭是在饲养的 因为它作为猎性犬是没有办法去饲养到的 但是马犬呢 它又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 然后如果训练好了之后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暴犬质 所以大量的军警都在用 那么我们在选择马犬的时候 如何才能选择一个比较聪慧的呢 首先第一个要看性格 如果你在他幼年时期的时候 发现他非常的执拗 他对于一个想要的东西 表达出的是通过武力去做解决 那可能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对象 因为这样的一个脾气和倔强 往往会影响他的一个服从性和学习性 也就是对于一个聪慧程度 他的打分标准会相应的降低 那么我们也不要去选择那种太懒之的 你会发现他好像想要这个东西 但别人跟他抢了 或者别的小手跟他抢了之后 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欲望 那这样对于学习上来说 你通过奖惩这样的一个奖励 或者惩罚的手段 也很难达到一个他的欲望值 所以这个时候训练起来也会比较难 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智商打分 仍然会比较低 我们需要所去选举和选育的呢 是那种既保持旺盛的一个活力 又有一定的服从度 那么这样在长大之后呢 因为攻击力和攻击性 都是后面可以慢慢去培养出来的 而性格是天生的 小猪士 蛮犬是属于特殊的品种 这种是属于猎性犬 攻击性很强 因此是没有办法去饲养的 如果训练好之后 会是非常不错的防暴犬只 大量的军警都在使用 如果在幼年期间非常执扭 可能不是好的训练对象 需要选择活力旺盛 服从度好的 这样才能去培养出来